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朗为你主持的回到过去 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了 是不是很快呢? 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道过去的这个星期里 你过得如何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开心事情发生呢? 圣诞节快到了 想到要送什么礼物 给你身边最亲的人了吗? 啊 青朗最近很忙 青朗最近在想着 怎么办呢? 差不多要圣诞节了 还有十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今天已经是十四号了 送什么礼物给朋友呢? 其实呢 我们DJ之间 美东视电台的DJ之间 我们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Secret Angel 秘密天使 或者秘密守护神 我们就会把所有DJ的人名 放在一个抽奖的袋里面 我们就会各自去抽 看看你抽到哪个了 你抽到这个人呢? 你就要买一份礼物 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 啊 头痛了 青朗抽到的这位朋友呢 哈哈哈哈 给你个Tips 不是我节目的Partner 就是告诉你 不是你自称啦 还有哪个呢? 偷偷地告诉你 其实是个男星来的 那我在想 送什么给他好呢? 但我当然就不能说 太多给你听 究竟我这个 要送礼物的对象是谁 因为他都会看我的节目的 待会让他看到我的节目 在我讲他的时候 那我送给他 就没了惊喜了 但是呢 我开始会留意 因为其实 所有的同事都不是说 认识了很久 都不是说很了解 很熟的地步 那所以呢 最近我又开始留意 究竟这位同事 他最喜欢做些什么呢? 平时 他喜欢哪一类型的东西呢? 那就可以帮我去 看看我可以送些什么 圣诞礼物给他 令到他开心 令到他有惊喜 呵呵 让我继续想想 都真的挺难想 我刚才又见到他了 不过 他不知道我偷偷地留意他的一句一动 希望他不要猜到的是我 否则他以为我暗戀他 就麻烦了 呵呵呵 对了 聖诞节就到了 所以呢 大家记住 记住 花多点心思 想想想 要送些什么 给你身边最亲的人 那 回到我们的回到过去 这个节目的时候 哈 哈 清朗又在想 今天带大家回到 什么时候好呢 之前有说过 读小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或者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那 今集 究竟说什么呢 突然间被我灵机一触 哇 原来很多东西 这个主题 我就是想问一问大家 小时候最怕的是什么事 你最害怕 最怕的是什么事 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 这个主题出来和大家说呢 今天 唉 那就是因为 今天发生了一件 我小时候最怕最怕的事 我相信这件事 不仅是清朗一个人怕 很多人都怕 而且重要 不仅是小时候怕 大个都怕 究竟这件事是什么事 话说呢 今天 清朗 去了看牙医 啊 我一说看牙医 大家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有没有白了呢 哈哈哈 是的 今天呢 清朗就是去了看牙医 那 当去到诊所的时候 那我坐在那等 拿着手机在那 跟别人聊聊天啊 上网看东西啊 就在那等 突然觉得 好可怕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到我 应该还有两三个 就排到我了嘛 为什么 这个人又进去了 那个人又进去了 为什么还没有到我呢 反而越等得久 因为呢 心情越紧张 就想起以前小时候 去看牙医 以前也是 妈妈带我去看牙医 我记得 在我有印象当中 第一次看牙医 就是 可能五岁六岁 你知道啦 在牙医 就躺在那张电动椅上 上面有一盏灯照 那医生就叫你抹大口 那医生就会 那医生就会带着膠手套 将一些工具 和仪器 放到你的口 去帮你洗牙 或者刮牙石 挑一下 那些 那些 大家都知道 那匙膠手套 那匙味 真是很难顶 那匙膠味 是臭的膠味 还要在口里面 哇 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我很怕那种 膠手套 放到口腔里面的味道 还有可能因为小时候 只有五六岁 嘴很小 你知道小朋友的嘴一定是小一点 那那些仪器 就是这么大 那医生的手 就是这么大 可能因为现在大了 口大了 所以当这些仪器摆下去的时候 当医生的手在你的口附近 在你动来动去的时候 你都不觉得 会太辛苦 但是以前小时候 哇 我真的不想再想起 医生的手指 他可能一只手指摔下来 然后另外一个 譬如当这个仪器 放在你的口里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口已经是 敷了 你的口已经是 给他 所以我记得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被医生捏到的口里 啊 好辛苦 然后又痛 你知道小时候 常常会注牙的嘛 小时候喜欢吃糖 那可能拆牙的时候 又未必懂得拆得这么干净 那我常常都会注牙 要补牙 哇 我真是今天 坐在那个 诊所等待进去的时候 我真是 出了手汗 又未至于去到镇 的地步 但是出了手汗 就想起以前小时候 躺在那张椅子上 被牙医去 挖我的口里的情景 开始害怕了 开始害怕了 虽然大了之后 都不断去看牙医的 但是 如果当你去到 坐一会儿就进去 就到你了 洗完牙齿就没事了 是不是 都还好些 今天都等了整个小时 所以是越坐越害怕 越坐越久 这个感觉就越恐怖 回想起小时候 那些 很痛 真的感觉很痛 我想起 以前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计划 叫做牙科保健 如果是香港来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说什么 牙科保健 这个计划 就是由政府出钱 去津贴一些 读小学的同学 去看牙医 一年一次 给你去洗牙 我记得以前 你要填回条 你要签名 你要申请 申请 申请后 每人有一封信 给你拿回家 就好像有预约卡 类似的 就告诉你 几年几月几日几点 你在哪里看牙医 我记得 小时候 怕到 有一年 有一年 老师给了这张卡 叫我带回家 给妈妈 的时候 我直接扔掉了 这张卡 然后我妈 我妈又很笨 她每年都要去洗牙 差不多到那个时候 就问我 她说 为什么今年你学校还没派 科保健那张卡 然后我就想起 其实我扔掉了 不是她还没派 我就骗我妈 我说 不知道呢 可能今年迟了 或者今年的时间不对 再等下 过了一阵 我妈妈就忘记了这件事 当然 那我就说 唉 送一口气 今年不用去洗 小时候 怕看牙医 怕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 我不是唯一 怕看牙医的人 我相信 在镜头后面的你 观众们 肯定多多少少 都会有些人 怕牙医 因为真的很难受 我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很难受 但是呢 今天我去的牙医衬所 牙医的技术 都不错 手势都不错 而且她用的手套 是漂亮的手套 就不是平时的 很大的胶味 她用的手套 反而胶味 就不太重 那我就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 这个牙医 看牙医 我看完之后 都不错 我下次都可以回来 看 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牙医呢 除了牙医之外 其他医生 其实都应该害怕的 因为小时候 我自己牙医是最害怕的 看牙医是我最怕最怕的 另外第二 我想又不是第二最怕的 但另外一样最怕的 就是看医生 看医生就代表你有病 当然你有病才可以看医生 小孩子来来开开 要不就发烧 要不就感冒 要不就出一下水痘 那些 所以呢 除了看牙医 看医生 我都很害怕的 特别是 医生有个厅筒 那些厅筒 那些厅筒 我不知道是铁还是不手钢 总之是银色 很冷的 我很记得 冬天去看医生 有些医生很细心 他会把这个厅筒 探在你背部也好 探在你胸口也好 探在你胸口也好 探在你胸口前 他会在自己的手心里搓一搓 搓一搓 搓一搓 然后才叫你拿起衣服 帮你探在你背部 或者探在你胸口 但是我记得 我小时候去看医生 就没有那么细心了 他不会先搓一搓 总之他就拿起衣服 然后就 这样就听下来 然后一下来那一刻 哇 冷到震 你知道那块是金属 冬天的时候 香港有没有暖气 很多地方 那个厅筒 一贴在你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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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都很凉 那医生 除了会帮你医病之外 有时候可能做些检查 总之看医生都没有好事 你都知道 最不太想见到的人 第一个是牙医 第二个就是医生 那好了 看完医生之后 还有一些更加恐怖的事情要发生 是什么呢 你应该猜到的 不过 让我先喝一口水 一会儿回来 告诉你 看完医生之后 还有什么更加恐怖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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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吃 药 吃药 为什么那么恐怖 小时候不会吞药丸 你知道药丸 小都有限 小也有尺寸 大部分的药丸 除了是唐衣装 之外 都是苦的 如果你是凸药丸 放了下去 立即喝一口水 泥一声 可以吞了它 其實你不會感覺到苦味 沒問題發生就不錯 但是小時候就很怕了 因為小時候我不懂吞藥 所以有時候喝了一口水 那顆藥還黏在舌頭上 根本沒有吞到下去 那他就開始溶了 在舌頭上溶了 然後就苦了 真是苦過弟弟 另外呢 以前在香港有一隻藥丸 好像一隻手指尾那麼長 兩隻顏色的 那隻我叫炸彈 那隻藥我叫炸彈 通常都是白色紅色 黃色藍色黃色紅色 橢圓形那隻 那隻藥丸恐怖了 那隻藥丸 因為通常我們吃藥 都會把藥丸扔在舌底 然後就喝一口水 這樣吞了 那隻藥丸 我其實都是近幾年才知道 那隻藥丸 是不能放在舌頭上這樣喝水吞的 原來那隻藥丸 是要相反倒轉的 你就這樣放下去之後 你喝完一口水 你要倒下頭 才吞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那顆是膠囊 膠囊裡面都是裝著一些藥粉 其實裡面可能會有空氣 而且比較輕身的 如果你放在舌底 喝完水之後 把藥丸的頭上吞下去 其實它會浮上來 你的嘴唇 所以我也是近幾年才 有個朋友告訴我 神經病 你這隻藥丸的頭怎麼吃 這隻藥丸要倒下頭吃 那我才知道 原來這隻藥丸的炸彈 是要喝完水之後 倒下頭 讓它浮上 倒下了的話 它就會浮上來喉嚨的位置 再吞下去 那就很容易了 但是小時候鬼識嗎 小時候就是 因為這樣 所以怎麼也吞不上去 那就糟糕了 我媽媽會做些什麼呢 她會拿一隻匙匙 將這粒藥丸 將這個炸彈 拆開它 將粉倒在匙匙上 然後再加兩口水 拌勻拌勻拌勻 拌勻拌勻 讓我去喝 當是藥水一樣 喝了它 我想告訴你 更加苦 更加難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媽媽這麼聰明 在哪裡找出這種想法 人家明明找個膠囊 裝著它 就是因為它苦 它難吃 它還要跟我拆開它 拆開它之後 就讓我像藥水一樣吞下去 但是怪自己不會吞 我媽媽也很聰明 想到我這種方法 另外就是喝咳藥水 咳藥水我也很害怕 我最怕就是紅色的藥水 因為通常紅色的藥水 它說就說是cherry味 它說就是這樣說 但是喝下去那種真的是藥水味 直到今時今日大 有時候在外面喝東西 或者吃東西 紅色的藥水我都盡量很少吃 因為它的感覺給我 就是會提起以前小時候喝咳藥水的味道 所以特別是紅啤啤糖 紅色的藥水 通常都是cherry 即不是士多啤梨 就是cherry的味道 就是cherry的味道 所以我盡量不去吃這些紅色的藥水 因為它會提醒我 以前小時候喝咳藥水的味道 如果說起咳藥水 還有一種就是馬尿 不知道你有沒有喝過 不知道這樣說出來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噁心 但是坦白說 我寧願喝馬尿 比喝那種紅色的啤藥水 這個只不過是我一個小小的見解 可能你也會選擇紅色的藥水多些 剛才我就去問問其他同事 你小時候有什麼怕的 有同事跟我說她怕剪頭髮 我想想看又是 對啊其實我小時候都很怕剪頭髮 不知道為什麼 一去到髮型屋 一坐下來 一抱起那條筋 然後我就哭了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 一抱起那條圍巾 我就要哭了 剛好我小時候 剛好有個同事 我小時候也怕剪頭髮 我就問她 為什麼怕剪頭髮 她說 轉完之後 不英俊了 哈哈哈哈 那也是的 就算不要說小時候 今時今日也好 如果你去那些 不是你雙屬的髮型屋 那裡剪頭髮 可能她真的會剪得你 不滿意 不好看 那你也會不開心 那她還說 她怕上學 怕教功課 怕老師 那當她說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想起 其實很多小朋友 不是怕老師 她未必一定是怕老師 但我想大家最怕的 應該是見家長 那因為 見家長應該都不是好事了吧 即是真的好事的話 都不需要見家長 通常 我不是說一定 通常 在要見家長 老師主動要求見家長的時候 都可能是 你犯了一些錯 在學校 呆呆呆 老師要跟你的爸爸媽媽 聊聊天 那就有可能 會把爸爸媽媽請到學校 聊天 那我小時候 我不怕見家長 因為我都算是一個乖的學生 所以我不怕見家長 但是我知道 很多朋友 或者可能你都怕的 除了見家長 即是 老師 即是怕老師 哈哈 這個 我想大部分人都怕的 就是怕 爸爸媽媽 有些人就怕被爸爸媽媽打 有些人就怕被爸爸媽媽罵 以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真的打的 怕藤條的 雞毛嫂啊 我們以前打不是說 打一下手板 輕輕輕 現在的小孩就說 你不敢打他 現在的小孩很厲害 會報警 以前我們 蠢的 我們鬼會 以前就算是上學 老師都會用間尺去打手板 就算我小時候的年代 都還有打手板 這件事 那 被爸爸媽媽打 其實我覺得是可能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為 有誰沒有被爸爸媽媽打過 說真的 但是打在我們身上 其實是痛在父母心的 所以 我想如果你不是氣到爸爸媽媽 真是渣渣跳的地步 她也不會說拿藤條 拿雞毛嫂去打你 當然我小時候也有被人打過 雖然我也乖乖的 但我也不是說 我想一個正常小孩會犯的錯 我也有犯過 例如說謊 出貓 我覺得 都是正常的 如果小孩沒有被爸爸媽媽打過 才好像有點不正常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自己 說了個謊 騙了媽媽 最後被她發現 原來我說謊的時候 她就很生氣 很失望 她說 為什麼在哪裡學會說謊 有就沒有就沒有 為什麼要說謊 那就是那次開始 就打藤條 不知道打了 我想十藤八藤應該 然後就 哇 你知道那個藤條 一吹下來的東西 拍一聲的 你知道藤條在空氣裡 一發就 這樣吹一聲 一打下來 完全是痛的再縮 痛到立即縮 然後就 嘩嘩嘩嘩 哭了哭了 然後就說不敢了 不行 繼續打 打到怕為止 我覺得 適當的看法 都是有警戒作用的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打小朋友 只不過 可能因為 大家都是這樣的經歷 這樣長大 我覺得有時候適當的懲罰 都可以起到一個警惕警計的作用 當然就不可以去到一個反感的地步 因為被媽媽打完藤條之後 我就記得小朋友是不可以說謊的 當然不只是小朋友 我們大人也不應該說謊 所以很深刻就是藤條和雞毛嫂 幸好我家是用藤條打 不是用雞毛嫂的 如果用雞毛嫂打就糟糕了 你知道雞毛嫂的粥是硬的 藤條都軟奶奶 也可以射到一點力 但是雞毛嫂的棍子 就真的整個棍子敲起來了 我自己也想像不到 如果我被人用雞毛嫂去打 會怎麼辦呢 幸好沒有 雞毛嫂都是用來掃塵 不要用來打人 很傷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害怕警察呢 我當然不是說大的時候 小的時候會不會害怕警察叔叔呢 爸爸媽媽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不可以頑皮的 你再頑皮 我叫警察叔叔來抓了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話呢 我想警察叔叔也是 因為他給人一個很正面很正義的形象 所以有時候 爸爸媽媽會拿警察叔叔來做例子 也不奇怪 不要說我的年代 就算今時今日也好 很多父母教小朋友的時候 都會說 不准這樣 你不聽話你頑皮 警察叔叔會拘捕你的 到今時今日我還是經常聽到這句說話 所以小時候 看到警察叔叔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害怕 我想那種所謂的害怕是 尊敬的害怕 或者真的怕做得不好的時候 媽媽會叫警察叔叔來帶我走 捉我回去 那就麻煩了 我小時候還有一個很害怕的 我就是怕一些戴眼鏡的人 以前我有兩個阿姨 我兩個阿姨都是戴眼鏡的 我媽媽就說 我小時候同親我的阿姨出外 他們一抱我就會哭 而且我一看到他們 我就會躲在我媽媽後面 我是不喜歡看到我阿姨 但當她脫了眼鏡的時候 我就沒事 他們脫了眼鏡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玩 所以其實我是害怕 小時候是害怕一些戴眼鏡的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害怕的經驗 我想除了以上講的種種之外 小朋友可能最怕的是怕黑 因為黑媽媽什麼都看不到 當你找不到爸爸媽媽的時候 就更言之恐怖 所以怕黑 我覺得真的不是小朋友的專利 就算現在今時今日 大朋友也好 大人也好 都相信還有很多朋友 都很怕黑的 我就OK的 我不算太怕黑 還有因為我很壞 晚上如果我有燈 我睡不著 所以我睡覺的環境一定是全黑 但是你說真的怕黑 那隻黑怕不怕呢 我OK的 不是很害怕 好了 那今天呢 青朗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一段落 不知道有沒有多多少少 勾起大家一些 會想起以前小時候 一些怕的事 那不知道 以前小時候怕 現在大了 還怕不怕呢 希望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可以令大家 有一種 背道過去的感覺 下個星期見 我們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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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